今天在金山区的六三活动中心 由市府消防局举办年度的社区防灾种子训练计划 经过全市29区的评选程序 将选出前三名的社区优先推行计划 而在去年出了淡水 今年则是有中和区、石门松山社区 以及这次的六三社区 市府消防局表示在今天的现场 找来防灾的专家学者 来为40位的社区民众进行训练课程 教导民众的防灾知识 加以提升灾害来临的应变能力 就是我们针对社区的部分 然后想要加强社区居民 能够有一些防灾意识 像灾前的话可以做一些整备的减灾 然后灾后会有复原 那灾死的时候怎么做一些整备的一些措施 然后提升他们的一些概念 那可以减少灾害的伤亡程度这样 藉由这样的方式能够建立社区的防灾机制 并且激发民众建立自我的防灾意识 对此里长表示在金山区的三界里 除了有三角断层容易引发地震之外 还有一条土石流浅势溪流 对于防灾的观念 更是每一位居民都要落实深入的了解 就是这里有一个三角断层随时要怎么样不知道 还有一个火电厂在这里 还有一个就是土石流的浅势溪流 你也必须要绑防防灾干涉 因为市政府人说有这个必要性 所以今天邀请利民来参与防灾的工资 9月10月有时候秋天台湾也有很多 希望我们再来未来 我们未来 如果有这种台湾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工资 让大家很了解 大家各种工资都对它很好 可以让我们所谓的减少到最多 透过社区的防灾种子训练 让参加课程的社区志工以及居民 更能够了解社区的防灾内容 去工所也表示 借此希望可以培养防灾的工作人才 强化市民在社区的自救能力 借以提升社区的应变速度 将灾害的损伤减到最低 记者廖品函 许端颖 金山 采访报导